说到环卫工人 大家伙肯定不陌生 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着城市的美丽 最近咱们沈亚有一位环卫工人火了 由于特别的造型 被网友们称之为最帅环卫大爷 天刚刚亮 63岁的环卫工人杨俊山 就来到辽宁沈阳故宫博物院一带 进行清扫工作 一头让人羡慕的飘逸长发 搭配铜色系银灰胡须 戴上渐变色大墨镜 杨俊山扛起扫帚 行走在工墙外 在飞檐翘脚红墙黄瓦的沈阳故宫映城下 还以为误入了一场户外时尚大片的拍摄片场 不久前 网友将随手拍摄的杨俊山 清扫卫生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一时间火遍网络 有网友说心态好在哪里都是消点 还有人说这心态和发型一样潮流 真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 杨俊山说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二十岁时跟着父亲学了一门木匠手艺 从此走南闯北讨生活 那时起他就喜欢续胡须 留长发 不管别人怎么看 也就是说爷妈你能活出自我 能活出你自己的性格来 这叫活法 几年前 在外漂泊了半辈子的杨俊山 想回家了 落叶归根 哪里都不如家好 他回到了沈阳 这是他的家 家自然却要干干净净 晾来堂堂 于是不想闲下来的他 应聘成为了一名环卫工人 看到沈阳的家乡变化 心里很欣慰 也非常亲近和业情 真正感觉到一种家的感觉 随着我那年龄的增长 我感觉到 我应该为这家乡做点什么 选择环卫 让这家乡环境更好 够漂亮 也就是我对家乡的回报和心愿 心在一役 其以毕宫 心在一职 其职必举 如今 每天祈祷干活 杨俊山乐此不疲 还全当锻炼身体 他也越来越喜欢环卫这个职业 积极乐观的他 也逐渐被大家接受和喜爱 早上我们来上班 我们还没开门了 那大爷拿少数点 这块扫啊啥的 你要有血啥的 我们都没来急 你把门口醒了 那大爷就给咱请一请 可好 这种 黄域公园属实是个伟大的行人 因为任何一个城市 要想漂亮 环境干净 没有这广大的黄域公园 他们一起找付出 是不可能实现 这段时间 有些人关注了我 说我是最帅的黄域大爷 我说帅的不是我 是我们广大的黄域公园 他们才是真正最帅的 他们才是一个城市的名片